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周天卫 Vanessa Chow YouTube 频道 一年两集我会追踪问题教师 今集我们会讲一讲问题教师究竟是怎样连成出来的 反修例示威期间 有通识教师在网上社交平台散播仇警的言论 更加换上黑警死全家的头像 当名教师因为涉及散播仇恨、煽动暴力言论 而有为专业操守所以被投诉 其中只有54宗投诉是发出谴责信、警告信 或者劝语信等情署 近日又有小学网上教学片段 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写为中国禁煙 以及考评局通识科经理发表 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等歪曲常理的言论 不禁令人叹息我们的教育界发生了什么事 维人斯表一言一行足以成为年轻人的仿效对象 被投诉的问题老师犯上了专业失德的处分 竟然只得谴责信 负责出卷、考核的人员立场偏颇 而他们就是掌控着考生出路的大权 令不少家长和市民都很责疑 香港教育界为何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呢 我们的教育专业为何会变成这样 那就要由一个教育组织开始讲起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简称教协 拥有九万多个教师会员 另一个教师组织 教联会就只得一万多个教师会员 全香港幼稚园小学中学 总共有七万多个教师中 大部分中小学教师都是教协会员 教协可以说是把持着教育界前线已经几十年 而且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基本上都是教协的人 仔细一看 教协名义上是一个教师组织 工会性质的团体 但政治色彩非常浓厚 在反修例示威更加发起罢货 教育界白衣行动 赤裸裸地将政治带入校园 今年年初 教协更加发起集会 近二万多个教师出席 当中参与金钟示威被射伤眼的教师 上台发言他更加指出 教师是需要有政治立场 他们口中的教育专业 难道就等同将自己的立场灌输给学生 翻查教协理会名单 大家会发现有不少熟悉的名字 好像教协权益及投诉部副主任赖德忠 就是社交平台用黑警死全家图像 辞任了通识教育科目委员会主席的中学通识老师 又好像另一个理事 教育研究部主任张瑞辉 更被人民日报、海外部批评 鼓动老师在校内搞冲突 其他理事好像方景乐 就在占中时候制作占中行动指南的通识教材 田方宅就在反修例诈文支持学生人联集会 这些教协理事身体力行敢示范 怎样将政治主张滲入校园 问题教师大概是秉承了教协这班理事的宗旨 接二连三出现问题教师 号称教育专业人员组织的教协 不但没有加以谴责 还号召会员声援 全心包庇自己人 但市民可能会问 难道老师的操守是没有网管? 是没有机制去监察吗? 说到监察香港教师操守的机制 是由一个半官方的咨询组织 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 去监管制定操守指引 以及就问提老师如果有为专业行为提供意见 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 是负责制定有关教师专业操守的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教协的人 当中里面的亦不少立场是极之心黄的教师 这个议会的成员超过一半是教协的核心成员 当中陈仁启、方景乐、黄慕怡等人 还是教协理事 曾经公开支持反修例示威 由此可以解释 为什么涉及反修例示威的失德教师 最多都只是收到谴责信 试问、球员、球证都是我的人 教育界又怎样可以不染黄? 问题老师又怎样会不肆无忌惮? 不单止这样 可评局最近爆出了文憑史历史试题 要求学生评论 1900至1945年间 日本比中国带来的是利多于弊 这条反常的题目 以及通识科高级经理和经理发表 仇警反中言论 事后还被传媒揭发 原来两个人和教协理事关系非常密切 被指阴点黄思 自己有教协理事张瑞辉做试卷主席 最终两个人辞职收场 考评局负责考核学生的水平 高中课程很多都是由考试主导 然而考评局财政独立 每年外聘数以千计的教师 兼任考核、评审人员 偏偏任由职业员 偏向某一方的政治立场 虽知道考评局是独立于教育局 主席和委员是直接由特首委任的 考评局、试题或评卷出现了偏颇 就由于好像助长了问题教师 借题发挥 散播仇中反中的言论 市民大众期待特首是时候整顿香港的教育制度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香港教育界政治化是很多年来 有心人藉着教师公会名义 去构建一股教育界势力 通识科成为了必修科之后 令政治可以打正旗号 进入校园和考核制度里面 要瓦解这股势力 必须由最根本的教师专业入手 检讨、注册制度和操守要求 务求要教师重回专业中立 这样去教育下一代 我们下一集继续追踪问题老师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和帮我share出去 如果想看更多我频道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个subscribe键 和旁边的小钟 大家看完影片不要走 记得按订阅键 之后再按小钟 当有新影片的时候就会通知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